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收看亚洲奇王 我是曾英杰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12月起始 今天开高走高 中场现货大涨了104点 而12月起始也大涨了109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12月起始的一个走势图 这是今天整个12月起始的一个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最低点 这12月起始 它叫8890出现在9点11分 最高点刚好在9000点 11点18分 高点过后的最低点 它叫8966点在12点35分 在今天这样一个走势图里面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今天是一个多头的趋势盘 那当然 所有的散户不可能全部都因为 做空而赔到大钱 一定会有人做多赚到钱 也一定会有人做空赔到钱 那在这边做多的 曾老师在今天 特别恭喜这些投资朋友 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利 继续的赢下去 那重点来了 今天这样的行情 如果你万一不小心站错边 跑去做空而赔掉大钱的 那么你就要仔细看我的节目 为什么你会需要我 这就是重点 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不是因为做多大赚 不是哦 我今天 并没有一开盘这里就做多而大赚 不是哦 那为什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投资朋友你会 做空单赔掉大钱 我想这个也绝对不是第一次 那在今天你万一真的做空 又因为凹单赔掉大钱的 你来看一下 专业的操盘手 我讲的是专业的操盘手 跟这种业余的散户投资朋友 他们中间 会有什么样很大的不同的点 有什么相同点 有什么不同点 我们都一起来探究 有什么相同点 有什么不同点 我们都今天来做探究 那在今天行情里面 行情已经结束了 你钱赔掉就赔掉了 那重点是 接下来 你为什么会需要我 这才是我要讲 这个节目的一个重点 那今天行情里面 坦白讲 曾老师其实也是看空哦 我看空哦 我没有看多哦 可是重点来了 我说了 我们之间有什么一样地方 跟什么不一样地方 我想今天的操作呢 我每一笔 都会非常清楚的交代 为什么 因为昨天有很多新的家族成员 刚成为我们的团队 所以我今天的每一笔单 我都会十分清楚的交代 那请这些新加入的也好 或者是你参加很久的家族成员也好 麻烦你看一下我的操作 有没有说谎 实不实在 有没有隐藏亏损的地方 如果抓到的话 把曾老师抓去你家打屁股都没关系 那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操作了 各位今天呢 我在下面写着今天小书赢 那到底书还赢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我们明天会再接再厉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操作 我们今天呢 其实我们今天空两笔哦 要求我空两笔 老师你又真敢说 今天空两笔 而且亏两笔 而且重点是全部空在地下室 那你来看一下 我说今天会赔大钱的原因啦 各位一定是因为空在地下室嘛 对不对 那我说了我跟散户有什么一样地方 我跟散户会一样地方在哪里 我也是人 我有可能看错 这是一样的地方 大家都会看错 那我跟散户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接下来就是你要认真看我节目的重点哦 来 今天的8点5出分 我做了第一笔单 其实目前在8906附近 直接试驾做空 要求 老师你这简直空 空在地下室 为什么 因为今天整个的冲到9000点 最低只来到8890 好 仔细看哦 我说全部空在地下室我也承认了 而且今天空两笔 亏两笔我也承认了 但是重点就是这里 到底聊整顶 到底聊整顶 请你看一下我清楚的交代 我说同样的一个重点 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跟散户会发生一样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都会看错 今天会赔大钱一定是这个原因 空在地下室 那你看一下哦 我到底这笔单亏了几点 我一笔单就是两口大台 一笔单就是两口大台 8点55分我请会员8906做空 来请你仔细往下看 我说一笔单做错啊 专业的操板手 他绝对不会像你一样用硬拗的 来你来看一下九点的时候 这笔空单我们空在地下室 但是来到九点的时候 8906的空单 有没有显得很清楚 试驾 全部平仓 再找机会切入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九点整嘛 你用试驾进场去平仓的话 要一分钟时间吧 不过分吧 9点01分 各位 你看到什么 89108911 89108911 我们就当作8911 我九点请会员8906的空单 试驾全部平仓 全部平仓嘛 一口都不留嘛 对不对 9点01分 试驾大概成交在8911嘛 好 这一笔空单 两口哦 我是乘以二哦 请你看哦 一口赔五点 两口赔十点 很清楚吧 有没有交代很清楚 好 这是第一笔 做错的空单 这笔空单做完之后 他赔了十点 第二笔单 他由于行情 后来有往下 下探到90 我请会员 在那个地方 再做一笔空单 我们重新做操作 还是做空 来 各位 9点11分 请你来看一下 这边写得很清楚 我当时看到的价位在8893 简直就是今天的地板 今天最低8890 其实目前在8893附近 直接市价 再做空一笔 这是9点11分嘛 那会员 如果你用市价进场 去操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会成交在哪里 这9点12分嘛 8903嘛 一样是在地板 一样是在地板 8903 8904 8902 我们用最差的价格 他叫8902 8902空单进场 这笔单 他当然也是做错 各位 而且他一样是空在地下室 那请你往下看 我说专业的操盘手 他绝对不能让一件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 叫做大赔 很多投资朋友 在今天你会大赔 原因是什么 你没有专业操盘手的敏感度 当你赔一点点的时候 你永远会是认为无关紧要 现在才撩一桌而已 没再看 没再看 我们真的撩大条的时候 已经起到这么多了 应该会落下吧 这个就是散户 苟且偷安的这种 侥幸的心态 喜欢凹单的心态 但是身为一个专业操盘手 错就是错 错就是错 他会做一件事情 当机立断的怎样 迅速退场 好 这笔单我说的也是做错 市价大概空在8902嘛 我们什么时候出场 9点18分 来 请你看一下 8902的空单 市价全部平仓 再找机会切入操作 这是9点18分 我请会员退场的证据 8902的空单 全部市价出清 全部市价平仓 我们来看一下9点19分 一样要对价对时 各位9点19分你看到什么 8907嘛 8908嘛 是不是这些价格 那我们就用最差的价格 叫8908来算 9点18分 8902的空单 市价全部平仓 9点19分 一分钟过后 市价大概在8908出场 这笔单还是赔 一口单赔6点 两口单赔12点 好 来到这边 我们来统计一下 在这边我已经做了两笔空单 对不对 这边有你发现什么事情 亚洲旗王虽然会看错 但是绝对不会让大错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笔空单 总共做了4口 你来看一下 这个空单的明细在这里 第一笔我们刚刚说完 算给你听了 赔了10点 第二笔赔了12点 这两笔 你看总共做几口 这边两口 这边两口 今天总共做4口空单 才赔22点 才损失22点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操作的话 你那个空单一定是凹到收盘 光是一口单 可能就赔掉780点 这就是投资朋友 跟我不一样的地方 我说我既然要号称亚洲旗王 我就一定不能让大错发生 为什么不能让大错发生 因为赢家的模式 他只能是大赚而小赔的 那既然不能大赔 只能小赔 所以我一定要非常严格的把关 控制好风险 做到这边损失22点 我们接着再做第三笔单 10点56分 12月期只挂定价 8972做多 停损15点 停损15点 这一笔单 我还特别要求什么样 我们的家族成员 打电话进来 索取第三笔操作的资讯 那这第三笔操作的资讯 各位 我还特别要求 会员如果你想要继续做的 就打电话进来 12月期只挂定价 8972做多 停损我们只抓15点 这是在10点56分 我做完两笔空单停损之后 行情涨上去之后 我接着做第三笔单的证据 最低 只来到8966 穿价成交 穿价成交 而且没有打到15点停损 这非常清楚 好 一样是两口大台纸 那这笔单做完之后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12点43分 第三笔单 也就是这笔单 8972做多的这笔单 要就是在8990上出场 或者是怎样 收盘价出场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收盘价多少 刚好穿价一点 8990穿价一点 所以第三笔单 我们就把前面所输掉的 全部呢 给它讨回来 8972做多 一样是两口嘛 8990出掉也是两口嘛 它共计涨几点 36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所损失的这两笔 它叫损失22点 各位我们损失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对的时候是这样 那当然今天是小输赢啦 我们只有小胜14点 今天这么大的行情 曾老师真的觉得 对于家族成员蛮不好意思的 因为这么大一段行情 各位 竟然我们只有小胜14点 不过没关系 曾老师明天会再接再厉 你放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放心 因为这种单啊 今天其实曾老师呢 等于说整个方向 算是看错了 可是看错的情况之下 我们既然还够小胜 那看对的时候呢 像昨天 其实这个结算行情 我一直很偏空看待 我相信你也看得出来 昨天呢 我们选择选严有留 等一下会讲 看对的时候就像昨天 做对一天的行情 它就是将近300点 今天是看错两笔 各位 各位 所以我说为什么你需要我 因为假设大盘 它是周阿桃的话 大盘它假设是周阿桃的位 他想要赢齐王的钱 那真的是比登天还困难 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就连今天亚洲齐王 做错了两笔空单 既然还能够怎样 反败为胜 各位还能反败为胜 各位 就反向操作了 有没有在印号空单 没有 所以这就是亚洲齐王的整个价值 今天看错两笔 还是怎样 反败为胜给你看 当然我们还是强调一下 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 仅止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 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 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 绝非保证缺可获利 兼容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 不代表未来绩效 我想我们在看对跟看错 其实那都一回事 重点是我的节目 我要呈现的是什么 最有公信力 最诚信的一面 特别是像昨天才刚加入的家族成员 我想在今天我的操作 你看得非常清楚 我什么谎话都没有说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有带你做空就有带你做空 有小培出场 在什么点位出场 我都跟你算得一清二楚 那对的时候 我当然也照实讲 对跟错 我说了我的节目 讲的就是一个公信力 像昨天 赢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漂漂亮亮 今天有输没错 但是后面还是带着家族成员 怎样反败为胜 各位 今天这赏典丁业没什么输而已 因为过来要求职位 我们定于少数而已 但是不对的地方 我有老实说 我绝对有老实说 我绝对有老实讲 那像昨天赢得很漂亮 赢得很漂亮 整个开高走低下来 我们做了三比空单 两百九十八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 不管你还是不是我的家族成员 我都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的操作方式 你也许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一个市场创局 齐王团队的市场创局 每一位一定先扣动操作方法 那不管你资金是多还是少 我们都一视同仁 方法交到董为止 那今天有个大力多消息 来 什么大力多消息 我怕 你真的对于我们的操作方法 不是很熟悉 我今天要送各位一样礼物 来各位来看一下 拉近 这是我十五年来的操作心得 全部录制成四片光碟 十五年的实战操作经验 改录制成四片光碟 各位你今天我们看到测标 好礼相送 那这是我十五年以来的一个操作的经验 跟方法 我怕我们的操作方法 用讲的你听一遍听不会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把这一份好礼物带回去 它叫什么 超盘教学光碟 拉近 超盘教学光碟 除此之外 这第一份好礼 第二份好礼 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还不是很了解 它叫做周选择权 这一本书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在今天 如果你想要索取这两份礼物的话 这两份礼物 一份叫超盘教学光碟 一份叫做认识周选择权 各位想要得到这两份礼物的话 把这个中场休息的资讯 好好留意一遍 想得到很简单 就看你 要不要付诸行动 那中场休息非常重要 务必留意 我们休息一下 好 真的有夠便宜 今天來店的投資朋友 再加贈兩份好禮 而且蕙琦從今天開始 一路到104年2月28號 288專案就是要發發 你提早一天 你就多享受一天 絕對划算 搶得先兮 取得兩份好禮 請速播 02-2578-3777 02-2578-3777 老闆 幫我打氣 加油 不是啦 老闆 打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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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補胎啦 補好胎啦 我喜不呀 又不 你累了嗎 市場的長盛軍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級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胃脹器 美食欲 請用胃肠良藥 張國洲強胃散 騎王團隊 騎貨操作 給您三大承諾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價進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損停利 严守紀律 我們擁有一套 快狠準操盤系統 幫助投資人 快速累積財富 快 多空立判 機不可施 狠 順勢加碼 推升獲益 準 停利停損 確保不施 戰勝騎貨 選就選 最好的騎王團隊 請播 02-2578-3777 2578-3777 高姐英雄 大吃大念 張國洲 共衛生 通越大函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吃牛排 除了美味 我還要求安心 我選擇 有食品衛生認證的 貴族市家 陛下 安全看得見 超美味 超放心 幸福就在這一刻 貴族市家 為什麼你會被那些老師給騙著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你經常看到他都是大轉大轉大轉嘛 那通常在他最準的那一天 你去參加了他 可是你從來不知道 他做錯單的時候怎麼處理 各位選老師要選什麼 這位老師他做錯單的時候 他會怎麼處理 這很重要 因為每個人都會做對做錯 今天做對一天 不代表他真的就厲害 今天做錯一天 也不代表他真的就不厲害 絕對不是看一天的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都喜歡怎樣 短視近利 看他就一天兩天 各位你要看的是什麼 當這個老師他真的不小心站錯邊的時候 他會怎麼辦 很多人選擇用解盤 來掩飾自己硬拗的錯誤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我在講到這一句話 講到真的你心坎裡 很多人看錯了一個大方向 他會不斷的找理由 認為他沒看錯 但是我的做法是什麼 我說為什麼你要選擇我 因為今天我公開的承認 前面兩筆我做空我做錯了 可是我處理的方式是怎麼樣 你很清楚啊 絕對真的不會讓大賠發生 各位你要選的是這種 真的第一個 他夠專業的話 他不會讓大賠發生 而不是拼命每次的 只要做錯方向 就在那邊找理由 自圓其說在那邊解盤 然後凹到最後 會員已經賠了四五百點 這時候他才發現他看錯了 我做單的原則 各位 錯的時候 亞洲其王頂多就是給這樣 後面再做一筆多單 反敗為勝 那當然今天這個十四點真的是金家 再扣掉手續費 真的可以說是沒什麼輸贏 我老實說 但是昨天 昨天整個殺下來 我們整個看對 我說我看對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我對跟錯 都是很客觀的在陳述我的操作 我們因為今天做錯 然後在那邊講一些五四三的廢話 在那邊解盤 然後就不講這兩筆做錯的部位 有沒有 各位你看我的節目 你就是會看到我真實操作的一面 因為我對的也敢講 我錯的也敢講 那錯了之後我怎麼處理 這個才是你要看的 每次你為什麼會被騙 因為你聽到永遠是你愛聽的 大賺大賺大賺 輸貴口塞的時候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就被騙了 那今天剛好是11月選擇權 11月的一個棋子的結算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選擇權 這一波行情 我在昨天說 我認定他會壓低結算 結果今天不是 今天拉高結算 好咧看一下 這個選擇權我們佈局是850點的賣權 藏收19點嘛 我一口都沒出嘛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你說我贏今天結算 我說最大損失20點 但是卻擁有翻倍機會 那你來看喔 我有沒有讓會員損失到20點 這昨天 昨天我認定今天會壓低結算 但是沒有 他跟我的想法咧相反 可是畢竟大盤他就是標準答案 重點是我怎麼樣處理又來了 這一筆選擇權這一次沒有翻倍 甚至於他小賠 9點的時候你來看一下 當時啊你來看一下 我做了第一筆空單做錯的時候 我就請會員8906的空單 市價全部平差有沒有 接著我請會員咧 告訴會員再找機會切入操作 這個時候選擇權的部位啊 我就已經通知他們全部怎樣 做一個出清的動作 我說有翻倍的機會 我才會在進場操作 那這一次買的這選擇權 850賣權20點部位 我們今天在9點全部出清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9點01分 還有殘存的價值8點 我有沒有讓他全部歸零 絕對沒有 9點01分 如果你今天放到結算的話 我跟你說 那20點全軍覆沒 當然你說老師 這個8點跟全軍覆沒什麼 這個不是說有沒有兩樣的問題 而是一個老師他到底有沒有責任 要保護雷家族成員的財產 這8點也是錢耶 各位 這如果說去押個怎樣 200口的話 他就20萬耶 20萬剩8萬 你8萬要不要拿回來 我是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數字給各位聽 你20萬剩8萬 你當然8萬要拿回來 你難道讓20萬全部賠光嗎 所以這一個做老師他的一個良知 還有一個責任感 我強調是這一點 那這次當然小培出場 可是上次咧 我說了 上次做對的時候是上個禮拜 沒有多久的事情 不是去年的事 也不是上個月的事 就上個禮拜 做對的時候各位 一樣你去押200口 他25萬進場 結算的時候是144萬 各位做選擇權是這樣的 我們要嘛就是翻倍 那當然做錯的時候 該退場的時候 我咧 盡量不要讓他變成歸零高 所以你看到我什麼 我的操作 就是很有責任 當然了在這部分 你對我們的旗子操作 還有選擇權操作 我知道你不是很了解 我說了 為了要讓各位更了解 我說這個方法咧 我真的很希望能夠交到每一個投資朋友都懂 那可是有時候畢竟講一遍兩遍 你還是會忘記嘛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你不要忘記 來這是我畢生的心血 這一片光碟啊 總共有四片 各位這四片裡面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盤整盤怎麼做 實戰教學篇嘛 第二個實戰教學 第二片嘛 趨勢盤怎麼樣大獲全勝 而且我如何在一天創造908點的故事 也都在這光碟裡面 第三片 有人對這產品很陌生 周選擇選 怎麼做 怎麼創造倍數的一個成績 再來就是比較深奧的這個雙帳戶 那這些東西 除了光碟之外 我說了 連這一本書啊 雙重好禮 有些人對這個還很陌生的 我都想要 在今天呢 送給全國的投資朋友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得到他 留意中場資訊 好好看清楚 重要消息 想得到這兩份寶貴的禮物的 善加利用中場資訊 我們明天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親愛的同事們喔 真的有夠便宜 今天來電的話 加贈兩份重要的禮物 而且會期從今天開始 一路到104年2月28號 288專案就是要發發 提早一天 你就多享受一天 這絕對划算 而且在今天來電者 仔細聽 在今天來電者 會有兩份好禮物 要送給各位 那這兩份好禮物 要怎麼樣才能得到 很多事情你問了 才有翻身的機會 想要得到這兩份好禮 同樣也是問了 你就有機會得到 搶得先期 請速播 02-2578-3777 搶得先期 取得好禮 速播 02-2578-3777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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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部 擁有一流的分級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部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部 亞洲頭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有寶 五湯歐北島 正光金絲高 不寒待個非你 不傷肝 正光家味金絲高 更有效 騎王團隊 期貨操作 給您三大承諾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價進出一定成交 三 停損停力 嚴守紀律 我們擁有一套 快狠準 操盤系統 幫助投資人 快速累積財富 快 多空力盼 機不可施 橫 順勢加碼 推升過億 準 停力停損 確保不失 戰勝奇貨 選就選 最好的 騎王團隊 請播 02-2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的地方 0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中文字幕提供